停车停车怎么了看这边怎么回事啊 小张快点下车小车一块看一眼 妹子你怎么回事啊妹子 不要不要不要孩子往一边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我们爸小张过来过来过来来来来扶一下 来了来了来了 手手都破了孩子不哭了宝宝不哭了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先来边先来边上看看看妈怎么回事 看下我孩子来来都往边 小帅把车帮忙扶一下 把骨子捡一下 妈妈这里快来 不哭了不哭了 妈妈在这不怕 妹子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你这是去哪啊 我去镇上拿点山货去卖 然后上坡的时候 车子突然就熄火了 打不着就摔倒了 你一个女人 骑个两人的大摩托 这山路这么难走 你家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吗 没了 就这个 看有是不是先坐到边 先坐那看一下 谢谢大哥 真的 送去医院看一下 没事谢谢大哥 好吧我了解 今天又不是遇到你了 不要不要 待会我先把你把骨子捡一下 小帅帮抓紧先捡一下骨子 骨子捡起来以后 咱把它先送到家里面 把它送到家里面 看你这有伤不 有伤咱去医院看一下 好不好 太麻烦了大哥 不用麻烦你 我自己拖着回去就行了 妹子 麻烦啥呀 换谁遇到这个事 听到路边 会帮这个忙的 再说你跟俩 这么热天 山里面 跟着孩子 走个山路 这一个女人 这么艰苦啊 我问一下 你老公呢 你家里面有没有人 家里面人呢 就我们三个 还有一个爷爷 还有一个爷爷 爷爷他身体不好 不只能我自己带 哎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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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张把车看看能打着火吗 打着火了 把这个先推到路边 对了一边 待会我把它 把他们送到家里面 来来来 看看这个跟妈 给你 你不要剪了 给妈 给你 妈妈在这 看看你这受伤了吗 妹子 我没有 就是 这个没事的 你在这下歇一会儿 我把车给你推上去 推上去 待会你坐我车走 好不好 来说谢谢叔叔 谢谢叔叔 打不着我 打不着啊 打不着帮忙 这山路不好上 待会我一起 把这个车推上去 先推到路边 妈妈在这 别哭 妈妈在这 不哭了 不哭了 宝宝 不哭了 不哭了 妈妈在这 妹子 赶紧上车吧 大哥 我真可以的 可以什么呀 你看这天 已经下雨了 这天 还抱着两个孩子 我真可以的 可以的大哥 还可以什么呀 都上车 把孩子给了我 谢谢大哥 小赵 转一车 把这个放在后面箱 妹妹上车 待会把它送回去 上车 赶紧上车 看看腿 到底有没有事情 把这个给了我 真可以 腿没事 哥 没事 真可以的 真没事吗 可以的 我可以的 哥哥 一个女人 这么坚强 干什么呀 妹子 小赵 好了没有 好了 走了 走了 妹子 大哥 前面拐个弯 就到我家了 把我跟孩子 放在路口 我走回去就行了 放路口 那怎么能行啊 你和两个孩子 你腿还受着伤呢 妹子 谢谢你大哥 今天 我怎么称呼你啊 我姓牛 叫我牛哥就可以了 那我以后叫你牛哥 你怎么称呼 妹子 叫我林妹 牛大哥 我家到了 这里 这是你们家 对 爷爷 回来了 爷爷好 牛哥 你坐一会 我给你做点饭吃 不用麻烦了 妹子 你坐一会 你不要麻烦 好不好 牛大哥饭好了 饭好了 妹子 可以吃饭了 好的 饭菜有点简单 大哥 你们先吃 我就给爷爷喂一下饭 好的 好的 爷爷吃饭了 我吃鸡蛋 然后我夯吗 你 嗯 妈妈完了 我爷爷 你吃饱了吗 吃饭了 来 把你弄轻点 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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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年纪大了 手就一直抖 哦 是这样的呀 你女儿太懂事了 妹妹 我看你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还伺候爷爷 那孩子爸爸去哪里了 本来离婚了 啊 为什么离婚呀 你孩子这么懂事 这么孝顺 又能吃 你又能吃苦又能干 为什么要离婚 因为他嫌弃我给他生了两个女 没有 给他生了我家 他就是说我会气 每次一会玩酒回 他就把家里找得稀巴烂 哦 是这样的呀 那你父母没有帮你照顾孩子吗 因为我是远嫁的 我从贵州叫到这边 他说了父母 他也不同意 现在就算过得不好 我也不想让妈妈担心 我现在唯一的愿望 就是让我的孩子健健康康的长大 然后陪着爷爷 不出来妹妹 咱也不哭了 两个孩子这么懂事 长大以后 一定会好好孝顺你的 妹子 不哭了 爷爷吃饭了 父母你不吃了吗 不吃了 妈妈不哭了 妹妹不哭 妹妹 天也不早了 哥也要回去了 回头哥有时间 再过来看你们 哥爷爷 爷爷 我走了 回头有时间 我再过来看您 哥叔叔再见 好的再见 再见 一定要听妈妈话 好不好 要好好学习 再见 再见 回家吧 不用送了 不用送哥哥了 没事 我送一下你 回头有时间 再过来看你们 小张 上半点 等一下 等一下 牛哥 牛哥 怎么了 妹子 牛哥 你这个钱 心意 我领了 真的不能收 牛哥 妹子 用哥说一句 这是哥的一份心意 您就收下 牛哥 心意 牛哥 钱 不能收 给你放这 牛哥 妹子 你怎么这么倔啊 牛哥 我日晚 虽然苦了点 但是每次回到家 阿姨爷 爷爷 就回应我 再看到我两个可爱的孩子 你说我 再苦 再难 再不容易 我相信 靠自己的双手 都会好起来的 牛哥 你说 对吧 对对对的 那好吧 那哥就走了 妹子 好的牛哥 你路上 慢点 注意安全 妹子 再见 把孩子和爷爷 照顾好 好的牛哥 我突然间 觉得这个 弱小的女人 内心是如此的强弹 骨子里透露出 哪怕男人 都没有的坚强 背负了远嫁亲人 对他的不解 遭遇了丈夫 对他的无情抛禁 还要照顾着一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 是什么样的一种信念 让他遭遇了这么多之后 脸上依然洋溢出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笑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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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